晚安 我是志君 我想講這個主題 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可是我覺得大家很清楚 所以待會我會更深入的切入 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不一樣的角度 在2011年的時候 兩年前 三年前 我到高雄進場演講 那時候遇到了一位老師 叫做王東銘 他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想了一下 我才發現 這個問題 平常我們並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尤其是大學生 讀完大學事情 他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所以我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我就跟東銘老師講 我想成為一個主持人 東銘老師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 主持人那很好啊 主持人很多種 張曉燕是主持人 吳中銘也是主持人 這麼多種你想要成為哪一種主持人 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他要問 三千塊跟三萬塊的主持人 你想成為哪一種 哇 我還發現他問的這麼具體 三千塊跟三萬塊的主持人 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一個行業的時候 各位你們想成為哪一種主持人 三千還是三萬 三萬 三萬 未來是三十萬 四十萬 現在是競標是不是 曾國成 主持一場晚會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他說的價格是六十四萬 不過他們是藝人 藝人是不一樣的時候 分成價碼跟方式 我們先不討論藝人那一塊 三千跟三萬塊 我想都沒有想 我說當然三萬塊 開什麼玩笑 他有講那三萬塊的主持人 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三萬塊的主持人 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是三千塊所沒有的 他想 哇 原來是這麼細節的事情 當時 兩年前我去見這位老師的時候 上他的課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子 我上台講話 剛好拿到麥克風 第一個我的姿勢 我的穿著 我的頭髮 我講內容 你們聽不見內容 可是看照片就知道 應該不怎麼樣 那這可能比三千塊還低 上完課之後 老師跟我講這些事情 那我開始想 唉唷 那麼接下來我該做什麼 那麼接下來我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那麼接下來我該做什麼樣的事情 兩年之後 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拍下另外一張照片 在一場活動裡面 我主持一場活動 大概是這樣子 有點差別 謝謝你的 哇 我想是有改變的 那麼這場活動後續同樣是五月份 我拿的金額五位數 但還沒有到三萬 就前面大概是一吧 但我想已經慢慢開始接近 我想要成為了三萬塊的主持人 是我第一個故事 待會我會講第二個 可是那件事情我想要講 我今天感受到一些事情 我今天只會講兩三個故事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的事情是 很悅當的主持 然後介紹我們每一個講者的開場 我今天只在講兩三個故事 可是我卻可以聽到九個 甚至更多故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說話非常豐盛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特別想說的 前幾天我在麥當勞吃飯的時候 有一群高中生進來 剛下課 高中階段嘛 很吵 剛下課 然後劈跑 你今天考試怎麼樣 那個老師怎麼樣 你今天什麼吃早餐什麼的 我今天要遇到哪個誰 我男朋友 好吵 然後努力的在寫簡報 我在準備我兒子的案子 弄弄弄弄弄弄 好吵 吸引我的注意 因為太大聲了 其中有個高中看到說 他問他的同學 為什麼你每次都吃麥香魚啊 那那個同學就說 因為我喜歡吃麥香魚 所以我點麥香魚 每次我都點麥香魚 我就想哇 這麼老舍 他怎麼可以馬上回答出來 我再講一次了 因為我喜歡吃麥香魚 所以我點麥香魚 我每次都點麥香魚 我每次都點麥香魚 再給我一個啟發 什麼樣的啟發 比如說 我怕後面可能睡著了嗎 比如說 因為我喜歡玩水 所以我開始游泳 每天都在游泳 那麼我很有可能游的越來越快 甚至成為台灣國手 出去奧運拿金牌比賽 可是如果沒有 至少我很健康啊 比如說 九把刀好了 一開始因為他很喜歡文字 他喜歡寫作 所以他每天都在寫 他開始去出書 他還沒出書之前 他是不是很有可能成為作家 可是他並不知道 他會不會成為作家 可是不管怎麼樣 至少他每一天都過得 非常非常的快線 這次麥香魚 丟了啟發 我今天準備了個小禮物 很期待 麥香魚 不是 是 這件事我下次會想要寄起來 然後做一個結角 我準備一個很可愛的心靈卡片 當然是紅色的 我待會傳下去 麻煩 幫我傳下去好不好 那就麻煩你們了 可是拿到的時候 大家先不要翻開好嗎 就先拿這 先這一面就好了 你們就先欣賞這個封面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翻開 我再跟大家講 為什麼想要送這個卡片的感情 好嗎 那就麻煩你 謝謝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可惜 不是麥香魚對我感覺 不要可惜 數量應該是夠的吧 今天大概 二十 二十幾位 別當二十幾位 不曉得要問二十 我們這邊大概 大約 我準備大概二十二張 二十四 不夠 不夠 要去掉你 差一張 我這裡也沒拿 所以應該夠 應該夠 謝謝 謝謝月亮 的犧牲奉獻 我們永遠記得 他今天沒有拿到這團捲 等一下 不然想你一定要跟我吃 裡面那一塊就好 麵包不用這樣 有拿到了嗎 我就開始講 那這件啟發 不知道我們可以怎麼做 這位哥哥在頭看嗎 哈哈 他就這樣 我就開始想 那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怎樣傳達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讓更多學生 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我說過它是我們成為 一個什麼樣的 一個公式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了 我想要 是麥香魚 我想要把它控下來 麥香魚把它控下來 我想要 所以我 每天我 每天我 第一個 我想要 這是我的目標嘛 比如說剛剛的兔子攝影 跑飯 等等好多好多的虎視 所以我 可能開始去 找兔子 開始去找空間 開始去改變 更重要的事情是 每天我 你必須持續這麽做 他在家我們一起吧 看片翻開 所以我覺得 留著這個空格 送給大家 你剛好可以寫下 你的目標 如果你沒有 那只好現在今年可以寫下 如果你已經有了 應該要把裡面寫下 你的行動翻案 你可以持續的這麽做 所以我剛剛講完 我會躺的更深入 因為大家大部分人 都知道你們想要成為什麽樣的人 我後來寫了另外一個 可是不在這卡片裡面 叫做黃金麥香魚 Special的版本 持續這麽做之後 我們要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們的換鈔模式是什麼 你做這件事情 你不能換成鈔票 如果不行 那是 那這樣是不是蠻可惜 如果可以 又是你最喜歡做的事情 剛好是你的興趣 有沒有 這一大歡喜 這太棒了 所以這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 我遇到了高中生 跟我想成為什麽樣的人 我正在這個方向做努力 今天也是 我在這麽做 他漸漸換了換鈔模式 三萬塊 我想 如果是三萬塊的話 我一個月至少一場 那麽我月薪 最少最少就三萬塊 這是我的股市 我是支出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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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